但我想你可否做淡 雖然整個trend是下跌的 我不會說它特別強 但問題是這些位置做淡 除非你博它一定是穿前低位之後 踏不到直队才有直播性 但很多時碰完這些前低位或低多一點之後 其實禮拜會踏回一些 其實過去兩次 譬如去年十月那次也是 剛剛十月尾那次也是 踏回一些之後 才會再下跌 所以我寧願你等它 看看是不是很明顯打穿 踏不到 如果是的你才少著它最固 如果不是的話 我寧願你博它踏回高一點 譬如它可能挨近八二元邊 你看到如果破不了五下天線那些位置 那些位置才做淡 可能直播空間的勝算會大一點 所以現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暫時先觀望一下 還有始終 講真一句 看法上就一定是審慎的了 不要問阿里巴巴 我想整個科技板塊都是的了 始終都是監管問題 甚至乎都是覺得那些 始終現在在講加息 對這些傳統來講 增長股來說 都會有一些壓力等等 其實就似乎暫時沒有太多好東西 但是始終累計跌幅都這麼急 這麼多 我覺得很難說是否即時會再對 我覺得有機會先做個反彈 才再下跌 所以我寧願你各個反彈出現之後 才做淡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是的 時間到了 謝謝 時間到了 了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